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公民嘛 是不是 我是公民就有公民的权利 就去选择去投票 香港算是选择去累積一种力量 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应予提升近九成 行政长官的提名程序不应切筛选机制91.2 行政长官的提名程序应包括公民提名元素94.1 甚至你说这些意见会不会作为参考呢 我都觉得这个华华没什么大的帮助 我希望司长会澄清一下 就是说对于民意的意见 就是它怎么都是一种的民意的表达 如果不是真的会令人觉得是否正确 人与数字又是多乖事 汉汉计数机旅游禁几多人知 师傅 老老实实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去西殿取经呢 书局又可以卖了 汉汉 为之有个心愿 希望日后特区的教科书 会说取西经是由俄唐僧这届和尚所实现的 师傅 其实历史教科书 早已记下了我们的事迹 你看看 哇 真是千仓百孔 港台狂没有钱买道具 还有师傅 华叔曾经说过 成功不必我在 功成其中有我 其实这样才高峰两折 你懂什么 吴空 人死流明炮死就流皮 所以连CY都说 希望特区的教科书 会说普选是在他任内完成的 师傅 我记得CY的好朋友 唐唐曾经说过 失业问题在他有生之年都不会解决 后来那些人就想了一条好选 应连早逝就行了 同样道理 如果我们想快点实现普选 只要令CY的任期快点圆结就可以了 怪不得那些人上街都大叫 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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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说如果真的可以实现了一个表面上一人一票的选举 那历史是不是就会写实现普选 但是就不会写中间有西选的细节 你放心 阿根廷1986年赢了世界杯好威水 但是历史也没有忘记 马拉当拿是用他的上帝之手入球 这个不光彩的纪录 手球扮入球 西选扮普选山板冲炮艇 历史会自定 其实CY想历史留名还有很多方法 譬如他可以说 最齐脚的问责团队 是在他这一届任期里实现的 还可以说 这个民望正直創了负数记录 都是他任来发生的 习主席最近就在北京排队轮包 这一件事都可以历史留名 蛤 试华又去轮包 又反对香港特色行不行 说本土 譬如轮公屋单位 轮幼稚园申请表 轮奶粉 历史一定不会忘记你 我发现我最近有个习惯 常在计算着我冷几下 最快时间 要用最快时间 忘掉这里发生的麻烦 掌声的后来 华来的滚落 外面的配合 感动的陛魔 等待大时代降落 再放弃 快乐 之后很快乐 思想作天再写新线落 出生 接日之后 夕闲逛 秦的世紀 鲁迷 我没明知 没有天也没有地 我也很想 香港技术教科书 香港的历史书 这样写的 就是说 香港有私利第一次普選行政長官 是由梁振英做特首的確確的 而陳茂波局長在他的網子上 作詞 曲 李宗盛 不准看的 不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我不能一身耳用的嘛 所以我拿出了Notebook 發生了鍵盤展示 對著鍵盤交友也行 發表遊行感受 當自己走走也行 全世界等你埋位啊 林極大哥 不說了 先做事 鍵盤在手 天下外遊 他叫做不要 03年中銀一千元 他叫做 不收 03年匯豐一千元不收 但是得不過 賺錢 靠紫外光燈和套特首感 通過安全驗證 真銀子 由金管局監製 週末 告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